香港男子足球隊在亞運8強比賽中,以1比0擊敗強敵伊朗,第一次晉身亞運4強 但為什麼標題又會說香港足球員曾經拿過亞運金牌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港式多士的Godfrey 港式多士是一個致力推廣香港歷史文化組織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還要按鈴鐺 這集就跟大家說一下香港足球員踢亞運的故事 為什麼有香港人拿過亞運金牌,但香港隊未入過決賽呢? 答案就是這群香港足球員其實並不是代表香港,而是代表中華民國 香港運動員早在戰前10年代已經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大大小小不同的運動會 最早既有南華會YMCA一群運動員在遠東運動會代表民國出賽 在1913年獲得足球比賽的亞軍,1915年還獲得冠軍 去到1936年,亞洲球王李慧堂就帶領一群香港球員踢到奧運會 詳情可以看回之前說李慧堂的這條影片 先說回亞運會 1951年第一屆亞運會中華民國和香港都沒有參加 要去到第二屆1954年的馬尼拉亞運 姚卓賢、李大輝、何應勳、莫鎮華這些香港足球員就代表民國參賽 這隊的中華民國隊可以說是吃了無敵星星 先後在這個分組賽擊敗了越南和菲律賓 四強以4比2淘汰印尼 決賽對著南韓全場大到尾,輕鬆贏5比2,奪得這個金牌 1954年的亞運,香港其實也有派足球隊去參加 不過當年有一個說法就是 香港大部分最強的球員都選擇代表民國 其餘的才會代表香港 看回當年香港斑霸藍華有這個藍華四條煙 除了河長有之外,其餘三條煙都代表民國 雖然香港的陣容不是最完整,但其實也有不錯的表現 他們分別就以3比3打和了南韓 亦都以4比2擊敗了阿富汗 只不過是因為得失球差,不夠南韓多 而在小組賽中出局 去到下一屆1958年東京亞運會 中華民國隊依舊用香港的運動員去做這個骨幹 決賽再對多一次南韓 加時的時候憑著王志強的一個頭錘入球 就成功再獲得一次亞運金牌 這屆亞運還有一個大家都認識的有份入選 他就是阿叔林尚爾 大家對阿叔的印象可能都停留於他是廣播 或者是在古華仔當牧師 但其實最早阿叔是一個足球員 阿叔原本就打中堅位置 有一個匿稱就叫重炮或者倉魚 1958年的亞運決賽 阿叔好不幸地在下半場早段 就拿了一張紅牌 令球隊要10人應戰 幸好最後都成功贏了 而同一屆的香港隊也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先後擊敗了菲律賓和日本 沒錯,其實我們可以在日本主場打贏日本 進級到八強 可惜就在八強以2比5輸給印度 就成為今屆之前的一個最佳成績 再之後那屆1962年的亞運 因為主辦國印尼和中共的關係良好 就不批一些簽證給中華民國的選手 再去到1966年 香港運動員再次代表中華民國踢球 不過那次成績就不算太好 去到1971年香港政府就和民國達成協議 停止選拔香港的公民代表中華民國參賽 自此香港人就不可以再代表民國踢球 只可以代表香港隊 香港從來都是一個人口流動得很急的城市 有人就會入籍選擇代表香港踢球 亦都有人選擇離開香港去其他隊踢球 無論如何大家也要記得支持香港的足球隊 今集的故事就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